哈喽大家好 前几期视频讲解了G800VR的其他功能 我们本期来讲解一个东西 那就是APN APN这个意思大家一出现 就觉得是不是和VPN很相似 那么APN是怎么存在的呢 其实它有一个特殊的东西 是一张SIM卡 叫做APN专网卡 这张卡是插入哪里的呢 就是插入我们的G800VR G800VR去连接VPN 其实VPN就是一种特殊的 通过APN专网卡连接的一种VPN 其实它和VPN是相似的 就是一个虚拟的一个局域网 而不是真实的 但是我们通过APN专网卡 就可以去连接这个APN 如果说我们拥有好多个G800VR 都通过APN卡去连接APN 那么他们就如同上期视频所讲 连接VPN一样 其实他们都是在同一局域网下的 他们就相当于在同一网段 在同一网段下的这些设备等等 可能有很多都可以相互通信 他们之间相互通信是没有问题的 但我们实现他们的相互通信是没有意义的 他们还是要连接网口设备 他们每个都连接网口设备 但是我们之前所讲 如果要实现他们之间的通信 需要在APN上做静态路由 在VPN上做静态路由 但我们现在是APN就不做静态路由 那么就如同我们上上一期视频所说 他就可以在他身上做端口转发 端口转发就是将G800VR的WAN口 IP映射到LAN口上 就可以实现多个网口设备的一个相互通信 那如何设置APN专网卡呢 他要设置APN专网卡的APN地址 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连接哪一个APN 我们的APN地址还有用户名 密码 等等等等 可能最主要的条件这三个 但是后边根据要求 可能还有其他条件 设置好之后做端口转发 就可以实现多个网口设备的相互通信 好的 本次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您有什么疑问 可以加主播关注 关注后续视频 或者是私聊主播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